大概每周会去 但是没办法每年去 相关的政策我们在执行 开放山林加上疫情影响 让国内旅游大爆发 掀起一股登山热 除了山难事件平传 民众登山野营乱丢垃圾情形更加严重 根据内政部营建署统计 106年至109年10月 违反国家公园法第13条第6款 开立处分书的案件统计只有12件 然而近10年 许多NGO在台湾各国家公园或警官区 发起进山进滩活动 共计已清除超过22.5吨垃圾 光是海岸线今年就清除7万吨垃圾 这10年来在国家公园 这些进山团体每年都几万人 几万人去做进山 居然可以清除20吨以上的垃圾 那每一个垃圾都会让我们的 这些小动物甚至原生的生态 产生极大的浩劫 因此我们今天即将修法 把罚则提高 而且让这些不负责任的垃圾人 收到他们自己乱丢了垃圾 依照现行国家公园法乱丢垃圾 采取动植物等违规行为 最高只可处3000元罚还 立委和志伟罗美龄等人提案修法 要提高在国家公园内 破坏环境行为罚则 并研议将民众破坏环境照片 寄送到住处或所属公司 并适当去世别化后上网公告 那本届内政委员会在10月5号 在排审之后 我们已经在10月19 11月11 还有昨天 召集各部会研商 那草案针对这个罚则的部分 参考失地保育法 以大幅提高 未来依违法的情节 会处新台币3000到30万 另有刑罚 会加处三年有期徒刑 或新病科新台币1万元的规定 而且严重量塞的 可以在家中二分之一刑罚 如果找得到垃圾 就整个包裹寄到他公司去 如果可识别 然后又可邮寄的话 愿意支持吗 是是 我们要修法 内政部营建署表示 针对国民生态保育素养不足 提出修正草案 预计将罚则提高为3000到30万元罚金 并负有刑则 而在国家公元罚修法完成前 会适当寻求其他法员协助裁罚 原事新闻 朱古已故立法院采访报导 再次继续迢